在做廚師之前我本來就已經在做這個相關的行業 我以前學的科系跟 雖然以前沒有室內設計這個科系 但是也是學工程的 所以在做廚師以前我做這個相關行業已經做了四年多 在廚房裡面 前後應該說總共換了三家餐廳 不同的餐廳 那第一家餐廳真的是進去什麼都不會 然後大概八個月後 我就從第一家餐廳跳到另外一家 當然是職位升級嘛 薪水加多了嘛 然後呢在另外一家待了大概差不多半年左右 又跳到另外一家 也是升級又加薪水加 在廚房待的那三年多其實也是學到一些東西 就是說 在又熱又高溫高壓的環境之下 你要怎麼樣讓自己變得比較 要腦袋清楚 然後有系統的做事情 一忙起來那個單子一直來 一直來 你自己去一家餐廳吃飯 先進來第一桌 為什麼我先把東西先給後面那桌的 怎麼樣在一個很高壓高溫又很很吵的地方 怎麼讓你自己親情能夠平靜下來做很雜的事情 把它做到很順暢 讓一切事情都變得很好 進行的情況之下 這個東西在這邊也是訓練到我自己 能夠對這個東西有非常好的一個 靈感度 我對廚房的工作這個帶給我的這個經驗來講 我們這邊學到很多 以前沒有想過說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讓自己工作變成效率這樣 對 所以其實在廚房的工作也是間接的訓練 我們自己在高溫高壓 因為開車很熱啊 夏天啊 然後你又公地也很熱啊 你看我們工作 很多人覺得做不到的事情 做不到的時間 那個時間內辦不到的東西 在我這邊都能做得到 為什麼 我沒有通工檢驗 我只是把很複雜的事情 用很簡單的方法去安排而已 那這很簡單的方法 說起來簡單 但實際上在操作的時候 中間有很多不為人知的困難 是大家不知道的而已 對啊 先下去辦公室申請